穿着零号机衣服走着人机步 是不是感觉格格不入呢 老爷爷朋友喷子依 这走位像机哥 咱们今天就真正的装一把机哥 那送到平底锅肯定不能再装了 再装可能就翻车 咱们这号第一是98级 还有这套装 还有皮肤的 肯定是骗不了对手 对面还挺认真的在打 最近子依没直播 因为是回归地导生 一直都在熬夜打地铁的素材 其实呢视频的观看效果也不太好 那和平的素材最近也没啥灵感 大家有没发现最近吃鸡的作者 更新频率都变慢了很多 主要是没啥灵感 但没灵感还是要继续更视频 激播拳头硬补平底锅 总觉得屏幕上哪里要按一下 大家觉得是吗 最近在考虑 要不要在一个平台把直播签了 以后就专门在一个地方播 那这样的话 有其他地方的老弟可能就看不到自己直播了 这还是比较纠结的 而且真的要签了直播的话 那肯定是要认真搞的 那视频质量肯定到时候更新频率 视频可能都会质量下下来 这是很烦恼的一件事情 而且到时候肯定还有各种考核 给你安排一些指标任务什么的 达不到可能还会影响心情 所以签不签我先在考虑一段时间 现在直播呢其实也不算什么一个特别热门的行业了 每天最重要的其实就是开心呀 最近自己也在调整一下 争取暑假天天给大家播 这个月底或者是六月份初 差不多会填幅开测 到时候看看可能会上线一些好玩的模式 突变3.0也说不定 要3.0有的话大差不差 到时候效果应该还会不错的 许个月嘛 等到这个暑假的时候 能够看到子异在直播玩着突变3.0 秀丧尸是吧 这一锅没拍到 这一锅很惊喜啊 想不到这家伙还是个拼锅高手 自从被子异全部了之后 他仿佛是开窍了 还是同样的位置 回头杀点位 走一下别被他队友击杀了 他明显是大意了 空中没出锅啊 有空中没出锅